報告總統啊 我是台灣人啊 我是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新台灣人啊 我是台北 芒果大小的 吃醬的台北人啊 98年底李登輝的站台 讓陳扁覺得非常錯愕 但我覺得到後來 兩個人都沒有撕破臉 並沒有撕破臉 但到了2000年選舉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陳扁其實並沒有攻擊李登輝 即使李登輝那個時候 罵陳扁是俗辣 是不成熟的怎麼樣的狀況 但是陳扁並沒有回嘴 也就是這樣 所以到了政黨輪替之後 兩個人還是具有傳承的味道 選舉結果揭曉 馬英九以7萬8千多票的差距 打敗了陳水扁 為國民黨光復了台北市 我的得票已經超過73萬票 已經過半 對於各自瘦小 宣稱是民進黨內最務實 最懂得選舉的陳水扁來說 1998年台北市長連任失敗 無疑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挫折 1998年台北市長連任的失敗 其實並沒有讓陳水扁的支持者回心 他們有了新的期待 再一次等下各位說一聲 對不起 非常的抱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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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心中間路線的理論 企圖難誇更多的中間選民的選票 也是我跟他談英國首相布萊爾 我說蠻值得研究這個人 他改造英國工黨 他讓英國工黨起始回生到執政 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我注意到布萊爾就是學習格林頓 用心中間路線 我就跟他談 過了幾天以後 我突然發覺到 他在媒體上說 他要走心中間路線 1999年7月10號 陳水扁確定代表民進黨 參與2000年的大選 但是他並沒有把握 陳水扁沒有想到 另一邊的國民黨面臨大分裂 連戰和宋楚瑜雙雙出馬 讓他得以見縫插針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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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終的 1998年12月5号 击败陈水扁的马英九 正在庆祝他政治生涯的第一场选举胜利 但是那一晚和马英九一样 曾经担任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宋主瑜 却因为李登辉动省的决议 而正面临人生的另一个瓶颈 三周之后 因为费省而交卸省长职位的宋主瑜 远赴美国 他在美国的时候是辞职 他的任期到了之后离开政府岗位 基本上就是在思考我要不要选 就在想这个事情 然后他回国的时候就说 他也准备了说那我搭档也可以 就他有各种方案在推 那你经过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件之后 那等于是把自己推到另一端去了 宋主瑜选择陈浅 但是台北政坛依旧纷扰 少了宋主瑜的国民党 努力为两千年大选冲刺 而放眼望去 李登辉的身旁 连战成为不二人选 联战会在台湾政坛发展 和他来自政治世家有关 联战的祖父连衡是台湾通史的作者 这是第一本由台湾人写的台湾地方史 连家原籍福建龙西 从明末千台到连战已经是第九代了 但是特别的是 连战是出生在西安 他的父亲连震都是在台湾念书 然后到日本去念大学 然后接着由他的祖父连衡 那么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因为说不要做亡国奴 不愿意被日本人统治 在这个民国二十五年的时候 那一年连战是八月出生 在那之前几个月 那个连衡他那时候在上海 然后已经病危 他最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连正东 因为那时候连正东的太太 也就是连战的母亲已经怀孕了 然后他就写一封信跟他讲说 终日之间必有一战 如生子取名为战 这就是连战的名字的由来 连战二十九岁拿到博士 随后由学者转到政坛发展 从驻外使节一路到重要部会的首长 仕途一路顺利 他宁愿做到说 底下的人通通都化解好了 接着我再来说请你开个会议 就开了那个会议 好像这件事情都没有什么太大争议 这是他觉得最适合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 这是他长期的性格 那么这种性格在威权时代 会觉得很好 所以他在威权时代的时候 好像处世上 好像你就看到他的仕途 非常的平步清云 因为对长官来讲 我都看到你做什么了 因为你在化解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来告诉我进度 可是对一般民众来讲 看不到你好像为什么事情 曾经真正努力过 所以他很适合威权时代 但非常不适合媒体时代 连战积极为2000年大选冲刺 而远在美国的宋楚瑜 经过了三个月的长考 回到了台湾 在机场大厅 早就挤满了 为他抱不平的反礼人士 宋楚瑜没有立刻答应支持者的希望 事实上他对于李登辉还有着期待 他不愿意翻脸到这么的彻彻底底 甚至是说他后来 神政府真的就到了87年 87年底 他任期届满之后出国 他都还没有真的心存说 我跟国民党真的是要分家 真的 他那时都还想说 就大家也都宽慰他嘛 海阔天空嘛 李登辉的不领情 显示了李宋的裂痕 无法风补 三个月之后 宋楚瑜下定决心 参与2000年大选 鼓于决定 遵从民意 坚定心志 参加明年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 其实宋楚瑜得以在台湾政坛展露头角 是来自于蒋经国的体系 1942年出生的宋楚瑜 31岁从美国拿到博士之后 就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六年之后 宋楚瑜凭着俊俏的身影 和便捷的口才 让他成为台湾最有名的新闻局长 宋楚瑜在新闻局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美要断交 那个时候他等于发表一篇演讲词 大家的感觉说 这么很潇洒英俊的新闻局局长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不过在排资论背的国民党里 宋楚瑜真正展现政治明星的架势 却是在李登辉掌权之后 宋楚瑜本人他确实非常的善于 以及或者了解李先生的脾胃 他懂得如何去跟新的主管互动 有相当多年的时间 他们是非常的处于一个政治的蜜月期 李先生他也是打从心里 在不断地栽培他提拔他 回顾宋楚瑜的政治资历 蒋经国是他的伯乐 而李登辉则是他的贵人 在政治上少年得志的宋楚瑜 有着湖南人的骡子脾气 而因为费审案和李登辉关系出现裂痕时 自认遭到委屈的宋楚瑜当众落泪 很希望大家了解我的心情 能够成全我 让我能够怎么来怎么去 这样的性格也展现在宋楚瑜担任省长的时候 他穿着蒋经国生前爱穿的夹克装走遍了台湾三百零九个乡镇 在台湾民众的心里他成为蒋经国的翻版 伴随着蒋经国和李登辉 宋楚瑜的政治路途算是十分的顺遂 然而一九九六年底 当李登辉打散费省的动议一提出 李宋关系瞬间产生裂痕 而宋楚瑜又再度展现他的直率性格 请辞省长 楚瑜已经在今天的下午 正式向我党主席李登辉先生 请辞中央常委 同时也向连监院长 请辞台湾省省长的职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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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